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小书生 相信很多人小的时候都知道,无论是老师还是家长 为了鼓励自己好好学习,经常会拿出一些历史典故出来 让我们看到他们有多努力 不过今天为大家来介绍一个毁童年的历史故事 那就是早比偷光 早比偷光的故事可以说是激励了很多的小孩子 但是很多人却不知道的是 在后来故事中的主人公宽恒究竟发展成了什么样子呢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一下 宽恒小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举动 可见读书的刻苦 而后来宽恒也得到了出人头地的机会 并且也算是小有名气 可是即便如此,他却没有太多的成就 就连参加博士弟子的考试中都歇二连三的失败 最后也只是中了比较科 这也是最差的了 虽说宽恒在考试方面没有很大的成就 可是在官图上面却是大放异彩 最后都被封为了乐安侯 可能就算是宽恒自己也没有想到 即便是小的时候那么刻苦努力 非但没有取得成绩 反而是在另一个领域中遥遥领先 可能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宽恒在当上了乐安侯之后 十分看重自己的地位 因此也做出了与他本身不服的很多事情 当时正是汉原帝在位 而又为奸臣实贤 则是在朝中经常陷害忠良之臣 但是宽恒为了自己的地位 对于这件事情却不管不顾 最后很多人将他与实贤当作了一路人 虽然宽恒的不作为当下没有出现问题 可是在汉原帝死后 汉成帝等级后 宽恒和其他人揭露了实贤的所作所为 但是他也被大臣们一同弹劾 并且还挖出了宽恒 在与一些地区发生争执 自自占领了土地 并且还有杀人的时间 这样一来 宽恒的地位不保 最后直接被罢免成了平民 并死在了自己的家中 这样的人生可谓是令人唏嘘 而我们听到的故事只有前部分 老师们也从来不会讲他们的后来 这下大家知道原因了吧 本期的历史小书生到此结束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评论收藏转发 我们会更加努力提供优质历史